你没看错就在一般社区旁的水沟里 养着活生生的大肚鱼 因为水沟里的水不是死水 是天然地下水 中和区顶南里在十几年前 发现水沟里的水都不会干 后来才知道这条水沟 是轰炉地水脉的地下水源头 而里内之工也将这源源不绝的水资源 用最简单方便的方法 节流放流与储存 变成公共水资源 来到这边细部的节流 有个细网把它过滤 过滤一些杂质 然后就到这边 续水 被节流下来的地下水 变成社区内十几个花圃旁 所使用的浇灌水 水龙头一开就能浇花 也被储存在三个十顿重的储水桶内 在志工多年的设计下 还变成停车场守卫亭的散热设施 开关一开守卫亭的水管喷出水流 帮忙降温 而且还有回收机制 水资源完全不浪费 另外你想不到的是 社区内的渔池也是在这些地下水的帮忙下 养了大批井里 还不止这样 为了解决储水容易滋生文营的问题 在鼎南里的社区内 所有的无钙储水桶都会加进铜线 利用铜离子防止解决生长 或像水沟里的大肚鱼一样 游游在你看不见的地方 中和顶南里善用水资源 让地下水不浪费 浇灌出这轰炉地山下的一块块桃花园 中家新闻吴沛山中和报导